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拿言 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 继海外发布会之后 华为召开了国内的发布会 发布了一系列的新品 包括P40系列 包括他们的超大智慧屏 以及一系列周边的产品 包括笔记本也好 音箱也好 还有手表也好 重中之重 大家最关心的当然还是P40 Pro 抓起来看一看国防版本的一个情况 首先看包装盒这边 P40 Pro的自己的标志 上方华为的logo 下方是莱卡的logo 非常的明显 其他几个方面都是烫金的华为的logo 咱们就不做过多的展示了 咱们直接开箱看雷面的情况 那么在盒子里面 这里是有一个印刷的 华为的这种机型的样式 然后就是产品里面 拿在手里面的话 手感我个人觉得是 还算是不错的 这边的编码标签 就不展示了 再到下边 这里边的保护口 再到下方就是核心的几个配件了 充电器 数据线耳机 我们都拿出来 好摆在这里的话 我们先拍一张全家福 发个微博 首先就是数据线和耳机这边 咱们一起来瞧一下 数据线是标准的Type-C接口 那么同时里面做了一个颜色定制 它用的是这种紫色定制的版本 看一下线台的长度 嗯 99厘米中等粗细的情况 耳机这边用的是Type-C的接口 半入耳式的设计 大概是在1米15左右 保护壳不展示了 看一下充电器 那么输出功率这边呢 是5V2A 9V2A和10V4AMAX 也就是最大40W的一个输出功率 来看产品 好 那么借着我们视台灯光 咱们首先快速来瞧一下这个产品大致的情况 在正面的话呢 不点亮屏幕的情况下 左上角这里边 镜头部分呢还是比较明显的 好 大家注意看 首先在左右这也没什么好说啊 常规的曲面屏 但是注意看在这边 在上下的这个位置 它同样是一个曲面的设计 这个就 非常少见了啊 基本就没见过这种情况 那在边框这里呢 有一个明显的凸起 显然是为了保护到 它的一个屏幕边框的位置呢 不受到一些损伤 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侧 一样是这样的对吧 透过这个灯光 大家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得出来 这一次华为所做的这个满溢屏 和现有的所有的曲面屏 也好 扑扑屏也好 直面屏也好 全都是不一样 然后额头这个部分 稍稍有一个特写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背板这边呢 这是一个白色的配色 有一点像 叫什么五彩斑斓的白 是不是 我们室内呢是有两盏灯啊 总体看起来的这个白色的话 还可以 但是它的颜色呢 不是那种特别多的那种渐变 或者是隐藏了很多颜色 这次看起来呢是有点比较那种素的感觉 这是背板的情况 但是浅色背景 其实更方便大家看清楚整机的一个情况 我们给到摄像头部分的一个特性 应该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晰 好了 其实开箱的部分呢 很多同学都已经看过很多了 用点回答一些同学们关心的问题啊 比如说有没有红外线接口啊 注意看这个位置是有红外线接口了 那么也就是说 当你家里面有电视的时候 可以使用它来做一些操控 然后呢底部侧边 实体的音量以及电源按键 左侧 没有其他的吧 好不好 和我的身体一样的 不太一样是吧 这个应该是银灰色 叮咚 好 那么这里带来的呢就是华为的P40 那么它的配色呢也是本次最受关注的 这个银灰色的这个AG工艺的版本 两个不同工艺的版本 在这里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差别 注意这两个配色 在P40和P40两个版本当中都是有的 好吧 所以只是大小不同 其他的配色都是一样的 那么先说一下啊 这个工艺和P40 Pro上面的那个有所不同 就是可能我们通过镜头啊 看的不是那么的清晰 但是你放大来看 观感上面呢 同样是很绕眼的 但是呢 你摸上去的时候 它不是那种粗磨砂的AG工艺 就它不是那种像之前一家手机的那种啊 就是说银色镜面之后 加了一层特别细腻的那种AG工艺 好吧 这个对于指纹的抑制也还可以啊 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说 就不如那种粗磨砂的AG工艺 我想明确的跟你说一下啊 就是目前在各个平台上面 这个银色版本都处在一个没货的状态 外观这个部分呢 咱们大概就看到这里 然后咱们快速的进一下系统啊 快进快进快进 OK 那么设置完成 我们就进入到了华为P40 Pro的桌面当中 好吧 这台机器呢 并不是演示机了 所以呢 它的预装程序呢 就只有第二屏的这几个 大家看到 再往后滑的时候 是没有预装程序的 而且大家刚才也看到了 它的首次开机的速度呢 也是正常的 不像演示机有那么慢 那咱不妨来看一看啊 这台机器 它里面内置程序是有多少个呢 首先在外边一共是有8个内置程序 有11个 那么一共就是19个第三方程序 在我们目前测试的 各大手机系统当中算是中等 那么整机的情况呢 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颜值方面 我们切到一个浅色背景 大家可以大致看一下 它正面的颜值 那么在没有和其他的手机 在进行比较之前 大家可以先给它打一个印象分数 满分10分 你可以给它打几分呢 P40 Pro第一印象看完 然后呢我们第一印象来看一下 P40 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呢 就是在系统当中 你可以选择 把上方的镜头部分呢 叠合到它的状态栏里面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那么这是一台P40 我们点开之后呢 两边的这个感觉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晰 如果是选择左边这种设置 可以打一个1 如果你会选择右边这种设置 可以打一个2 好吗 问一下同学们的弹幕怎么样 第二个问题 就是很多同学所关心的这个手感 还不错啊 但是呢毕竟是一款屏幕比较大的产品 它的重量呢 也来到了200克以上 小屏旗舰 我们看一下 176克 那么这个重量的话 咱们握持在手里呢 就非常的舒适 屏幕的大小呢 也便于单手操作 可惜啊 它的定位方面呢 并不是最顶尖的 那么重量部分 咱们在看完之后呢 是想说啊 虽然它不是特别的轻 但是手感部分还是不错的啊 在不带壳的情况下 我个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然后呢 咱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带壳之后的样式 官方带的这个保护壳呢 是透明的 保护壳啊 其实你套上壳之后 我觉得颜值并没有那种明显的下降 是吧 基本上还是属于颜值在线 那咱们下面呢 就来瞧一瞧 它的拍照的选项的情况 我们点开拍照 在拍照这个部分 首先是1倍变焦 然后我们退回来 到广角端这边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上来 1倍 它直接 第二档 就来到了5倍变焦 那我们看这边 第二档呢 是来到了3.5倍变焦 然后我们再向上 来到了10倍变焦 我们这边再向上 是来到最多6倍变焦 然后我们继续向上 这边来到了50倍的混合变焦 数字变焦 对吧 可以看到非常清晰在这一侧 这一侧我们继续向前 最多呢 是来到30倍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希望买一款 超长变焦的机器的话 那么在这两台机器当中呢 它是有一个 还算比较明显的差别 其他的方面 我觉得可能功能上面 选项方面 就都是一样的了 对吧 看这边 看一看这次的这个 慢动作是到多少 32倍 256倍 也就是还是可以正常去拍摄 7680帧 有一些特别 超级慢的这种景色 B40最多就是到32倍 咱就拍一下吧 来你就拿着我拍一下一下 没气了 还有别的打火机吗 好像没带 我看一下啊 看这个好多同学弹幕说 这个同事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他是昨天才从疫情地区回来 刚回了一天明天就不来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折腾了 然后咱们来瞧瞧其他的方面 包括大光圈的这些呢 他都是可以拍出很非常细腻的这种画质 比如说我们拍一个手的感觉 拍一下你自己的朋友 他的这个目前的整机的算法呢 已经越来越成熟 可以非常好的模拟到这个大光圈的情况 这样我们同事又找了一个打火机 咱们可以试试拍一下 我拿两个机器同事拍一下 那我明天还能正常上班吗 那看你能不能打着火吧 好 华为这个机器里面 他内置了一个检测功能 是可以检测到这个方框里面 是不是有动态的画面的 这一瞬间是有30秒钟 仔细看 他出来了 他出来了 我没有任何的后期的加工 完完全全是他自己展示出来的 对不对 应该说这个还是很震撼的 而且我刚才这应该算是一次拍成功 对吧 他在影像传感器这个方面 华为的确是目前全球最顶尖的 非常的强悍 变焦镜头 我看一下 那边比较远 这是P40 Pro的50倍变焦 华为的算是同代旗舰面30 我们也拍一下 手持拍摄 没有什么额外的稳定 一个是50倍变焦 一个是30倍变焦 距离我的距离都是比较远的 那我们看一下 我个人觉得这个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一个所谓望远镜的效果 那么华为的P系列仍旧是华为旗下最强的 好 有同学说 关心这个屏幕的排列 好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看P40吧 这台P40屏幕排列的情况 咱们大致给大家看到这里 好 这是这台P40 Pro屏幕排列的情况 应该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屏幕排列 好吧 那么两台机器的屏幕给大家看完 有同学问到说 在屏幕的这个位置 它能不能够触摸 抓紧进来看一看 一方面是测试游戏 另外一方面也是刚才有几位同学所关心的 在屏幕镜头的这个位置 是否可以触摸 在流畅的情况下 可以开启90赫兹 可以开启90帧 那么HDR的时候是超高 我们开90 正常先进行一些游戏 非常的流畅 这个没什么好说 它这边能不能触摸呢 咱们试一试 我把瞄准镜移到这个位置来 看到了吗 它已经在镜头的后面了 对吧 这样的话咱们就进入到了游戏里面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手指所点的这个位置 应该就是在镜头的这个小黑边这个位置 那么它在这个位置呢 你放了东西 它是可以开镜使用的 对吧 它是可以开镜使用的 如果它很小呢 完全挪到了这个胶囊里面之后 会什么样子呢 你现在明确的知道 在这个下方 是有一根按钮的 好吧 咱们现在目测是完全看不见的 觉得能用的同学打个1 觉得用不了 就是点完之后没有反应的同学 打一个2 注意 开始 开镜 没问题 第二个 跳 看到了吗 这里可是没有按钮的 没有按钮的 跳 也可以 第三个 大家看到那就是说 在屏幕挖孔的这个区域 它是完整可触摸的 今天这几个地方 咱们都看到这里 我其实把屏幕调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在这里有三个按键 放回来 那么这三个按键 全都不见了 听一听它外放的声音 注意我不说话的时候 屋里面大概是40多的一个噪音的情况 那么它是一台单扬声器的机器 先说清楚 但是它的音量部分的声音还是比较大的 好 那咱们来看一下生物识别这个位置 包括人脸和指纹 这也是很多同学所关心的 它的区域是比较偏中间这个位置的 然后我们再录入一下人脸 好 就是一个正常的2D面部识别 没什么好 更多可说 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指纹 然后我们看一下面部 那么这边已经进入解锁状态了 对吧 遮挡 这都是可以打开的 注意看 那么它的安全预指调节的是比较高的 当我们遮挡嘴和鼻梁之后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就不允许再解锁了 好吧 零售版本啊 相对于早前的演示机也好 工程机也好 应该说呢 从系统层面又进步了很多 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 我们打开微信 选择通讯录 点开订阅号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呢 输入科技美学 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 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如果你不嫌烦的话呢 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 添加到你的桌面 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呢 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向我提问 每天呢 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 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 我们目前看到前方的景色呢 大家看到天上呢 稍微有一点点云彩 是刚下完雪 刚下完雨 然后呢 咱们开始放大 这个月亮拍的还是很大的啊 而且我们现在 处在录像的模式下 大概15倍的变焦 我们把这个亮度往下降的时候 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个月亮的情况 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